瞭望天下 解读中国 这里是瞭望 评辩天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 这是一双战士的脚 它在洪水中浸泡了十多个小时 自7月20号开始 河南省出现罕见持续强降水天气 这场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风雨有我在 人民请放心 在这场暴雨中 解放军战士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 当地民众积极自救 各地同胞守望相助 河南加油 中国加油 这是中国选手李发斌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 61公斤级比赛现场 在停举比赛中 他上演了一幕金鸡独立 幸好有惊无险 斩获中国举重队 最具悬念的一枚金牌 这是7月6号拍摄的 美国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戴德县的住宅楼 坍塌事故现场 这栋12层住宅楼 6月24号局部坍塌 23号 消防救援部门宣布 结束对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行动 事故迄今 确认至少97人遇难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 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的千年梦想 成为现实 这是民族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 也将载入中华民族 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7月26号出版的 2021年第37瞭望周刊 带我们回首小康路 小康梦 中国梦 共同汇聚成人们 美好生活的幸福图景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如期实现的历史节点 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百年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在实践中 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 专题指出 现代化 没有适应于一切国家 一切时代的固定模式 或唯一途径 每一段征程的结束 都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 新征程上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中华民族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 航母是国家重器 要不要发展航母 如何发展航母 从航母诞生以来 这种种问题 就一直跟航母的发展历程 是如影随形 7月28号出版的 2021年第15期环球杂志 就跟我们一道来追问 关于航母 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专题详细介绍了 哪些国家装备了航母 为什么美国航母都选择核动力 建造航母到底要花多少钱 航母的主要作战力量是什么 面临着主要威胁是什么 除了战斗 航母还能干些什么 退役的航母去哪了 未来航母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 会不会被取代等等 这些问题的回答 不光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航母 还能够看清航母发展史背后 所反映出来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 而说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 人才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了 近来呢 一些高学历的毕业生 进入到传统意义上 所谓低门卡行业的新闻 是频频出现 引发了很多的争论 大学学历真的贬值了吗 读大学还有没有用呢 答案远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北大毕业去卖房 人大五大毕业去卷烟厂当工人 35岁博士送了十年快递 清华毕业求职做家政 近来类似这样的新闻 引发人们对于学历贬值的争论 总比代业强 毕竟找工作可能他有他的期望值 但是社会不一定就 按照他的期望那样 给予他所想的这些职业 一的话你得先去挣钱 钱是最关键的 你如果说你找相关工作 一个月挣个三千四千块钱 还不够花的 租房还不够呢 你怎么维持生活呀 其实我感觉这样很好 就是自己创业嘛 都是从小开始做 然后如果要是有一定的机遇 能力他肯定会成功的 这是某在线房产交易平台的 经纪人介绍 毕业于北京大学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类似这样的个人介绍 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而在该平台上搜索发现 北京共有约2.4万名房产经纪人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达1846人 约占7% 其中部罚北大 人大 北航 北理工 对外经贸等名校毕业生 某房产中介机构发布的 2021大学生房产经纪人 职业调研报告显示 过去三年 大学生经纪人数量增长超五成 在北京和上海 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生经纪人 占比超六成 这是河南某卷研厂 拟录取人员工事名单 其中一线操作工人的岗位 拟录取人员都是本科 甚至硕士学历 毕业院校包括人大 武大等名校 据知情人士透露 此次招聘共招149人 其中135人是一线操作岗 最低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 其中部罚名校毕业 为何卷研厂的一线操作工人 都要求这么高的学历 头顶名校光环 为什么偏偏要去做一线工人 类似的争议并非各例 2021年2月 深圳中学一份2020豪华版 教师招聘名单引发热议 据深圳中学的介绍 共有66名毕业于 世界顶尖学府的新教师加盟 名单中所有新教师 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 其中博士及博士后占比 超过了40% 按毕业院校来分 清华和北京大学毕业生 占据一半比例 也有不少是来自牛津 剑桥等海外名校的毕业生 事实上 在此之前就曾有新闻报道 清华毕业求职做家政 博士毕业送快递 在一些人看来如此强烈的反差 造成了极大的观念冲击 当越来越高学历毕业生 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低门槛行业 到底是就业市场水涨船高 还是学历真的在贬值呢 好 各位 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市社科院 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沈旺书 欢迎您沈主任 谢谢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建教授 欢迎您宋教授 你好 你看我们这一段时间说到一些 比如说北大毕业生毕业了之后 选择做房产中介这样一个职业 或者说比如说人大的毕业生 去了卷烟厂去工作 乍一看大家觉得 跟我们以往想象的好像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 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 他和以往的这个大学生 他是有很大差别的 过去如果是100个人里 可能也就不到10个人 能够进入到高等教育 但是现在从2019年吧 这个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已经超过51% 最新的2020年的数据是54%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头 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 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过去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所谓的传统的职业的声望的排序 比如说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就感觉脑力劳动 好像就比体力劳动要更高端 但现在实际上很多的体力劳动 比如说他操控机床 如果他没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的话 那个是他看不懂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职业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这个进程 他和以往的可能只是需要一些体力的 这个劳动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是时代的一个变化 刚才宋女士已经谈到了 社会学里头有一个名词叫鄙视链 就把这些工作分成了高低贵贱 其实这里头的高低贵贱 不同的岗位也随着时代也在变化 可是有些人他的思想是滞后于时代发展 这种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我们觉得在就业观这个问题上 很多的大学生他都需要回答 是为自己还是更多的为别人为社会 为自己合情合理 但是当你只为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无动力 2016年的时候呢 北大出现了一个词叫空心病 30.2%的一些新生 包括是本科生还有研究生 认为学习无意义 32%的人居然认为活着没意义 这些可都是天之交子 居然出现了这么大比例的咱们叫做空心病 那么就和现在咱们的就业观和职业选择连在一起 当你定的目标太小的时候 一旦实现了就叫没奔头 因此现在的就业观和上学观等等的一些观都连着价值观 你为了什么 这是一位名校房产练习生的一天 2021年7月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拿到硕士文凭的姚沁文 正式成为一名房产中介 在此之前未完成论文 他曾在一家房产中介门店实习三个月 在撰写了38页的研究论文之后 他竟然真的成了自己笔下的高学历中介 现在六楼在寿的 一套是455 一套是485 两个面积是59到67 刚到门店不久 姚沁文已经对周围的房屋情况如数家珍 在他看来 做房产中介是非常快乐的 我妈妈可能一开始有点建议我这个工作 我爸爸就是怕我入错行 以后不好转行 但我后来发现销售这个工作其实挺适合我的 包括我跟我朋友们说起来 我朋友们第一反应是 您很合适 有一天就是感觉在那个马路上骑着 旁边就是外卖小哥跟快递小哥 我就觉得我有那个味儿了 什么味儿 就是那个房产中介的味儿 也会问 你学弟兄刚刚都在做这个 会不会觉得浪费 我每次的回答都是正面的 我说我不会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的价值感在哪里 就是我要跟世界产生连结 我每天早上起来定的目标是 我今天要跟这个世界产生30次连结 意思就是我要跟30个客户或者业主的联系 名校硕士毕业去做房产中介 是不是人才资源的浪费 能不能体现出价值感 事实上 在身处舆论漩涡的当事者看来 自己的职业选择并非头脑发热 也不是大财小用 32岁术士学历 精通两门外语 曾任大型跨国企业客户经理 怀揣这样的简历 应聘家政这份职业 刘阿姨并没觉得有落差 她对自己的定位是家政服务者 她说这符合她的职业规划 曾经因北大毕业 却在卖猪肉而成名的陆布轩 如今创办了自己的土猪品牌 入驻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 年销售额高达18亿元 曾经别人眼里的笑话 如今成了到哪里都会发光的金子 事实上 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都有一杆秤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一而足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拥有一片 包容而宽广的舞台 刚才两个一直在说到说 我们就业市场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怎么来评价说 一个职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现在出现了一些关于职业和岗位的选择 有些高校名校的学生做中介 做出了一片天地 在一个卖肉的岗位上 在一个很具体的岗位上 变成了佼佼者 这些都是经典 因此容不得外人去讲 他是不是错了 因为咱们希望的所有的年轻人 都能够脚踏实地 同时也能眼望星空 我们现在非常可怕的说 好多人心里没有梦 这是最可怕的 实际上像现在来讲 不管国家勋章的获得者 还是七一勋章获得者 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社会底层 对于平凡工作的一种覆盖 每一行都可以出状元 每一行都能体现人的价值 和对社会的价值 我是觉得当有些人没有梦 没有理想 没有信念 你是一个消极的人生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这种空心病 过去从个人的角度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严入狱 这个从古至今 好像就是读书 它是通往做官 通往发财的一条道路 那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中 要打破那种 对于职业的刻板的印象 我觉得我们要充分地 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的选择 无论在家庭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 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够 物尽其才 人尽其用 这可能更重要 比如说觉醒年代 这部电视剧火了 扮演李大钊的这位演员张同 他原来考入是南开大学的计算机系 然后觉得不符合他的理想 他就到法国去留学了 再一次的退学 然后想当演员 居然就在北京这点 去当北漂了 在这门前天天受的这种鄙视 可是呢 现在亮剑一战成名 然后呢 现在的李大钊 现在终身就业观 早已经不时髦 也不存在了 你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 获得了奋斗的这副财富 然后走上了人生价值的顶端 不要看你现在是不是在卷烟厂 在流水线上做工人 你一旦有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秀的品质 你又有了你受过高等教育的特殊的知识 然后你又在搏击中 博弈中获得了能力 未来前途不可量 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后裕时代 所谓后裕时代就是原来都是长者叫后者 是因为长者有知识 有这个知识的积累 也有一些经验 但是现在呢 知识它是不断地更新换代 而且更换的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要向年轻人学习 就在我教的那个本科生的那个班里 有一个小女孩 她上课非常的认真 而且她学习成绩很好 但是我知道她的业余时间 她在写网络小说 另外我有一个研究生 她自学了一个软件 然后她在这个网上 就以这种小的视频的这个方式卖课 所以家长就会很放心 我想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无论是从这个想法 职业的想法也好 还是职业的选择机会也好 都可能跟我们脑子里想象的那个 这个相对封闭的 相对固化的 相对按部就班的那种 先受教育再到职场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就是 一方面呢 挖掘他们的这种 新鲜的这种想法 不要打击 尽可能的保护培育 然后让他们能够安稳的走入社会 从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身份 能够很好地转换为社会人的身份 大学生创业卖煎饼 月入十三万 这条新闻一度引发极大的争议 大学生返向摆摊卖烤脑花 硕士从年薪二十万外起辞职 卖凉皮 北大硕士毕业卖牛肉粉 类似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 引发围观的同时 也让一些家长变得更为焦虑 数据显示 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总规模909万 同比增长35万 再创新高 而在1980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仅为14.7万人 在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 这一数字为94.98万人 持续增长的高校毕业生 满足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但同时 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严峻 一些家长的焦虑感与日俱增 那么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人才 更有竞争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域 驶入无人区 人才结构需要做出 哪些调整呢 我不知道沈先生 您对比一下您自己 比如说大学毕业 就业 和您孩子 现在在大学毕业 就业的时候 这之间 两代人之间 在就业观上 在毕业的这个节点上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被命运 抛来抛去 而没有自主的选择 到了我们子女这块呢 那么整个的社会 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改革和开放 机会多多 我所见到的 就是两种天地 一种呢 愿意去创业 愿意去试探者 那就是奋斗者 也有一种呢 就是随遇而安 结果就可以看到呢 很不理想 我在和各地的志愿者 在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都在追求一个 叫做有意义的快乐 为自己 但是更多的也要为别人 让自己觉得有价值 让被认为是有用 被别人所接受 于是呢 他们在为社会服务的时候 收获了特别多的快乐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选择就业的时候 哪怕选择就学的时候 事业要开阔一点 因为我们都在奋力的奔跑 这个奔跑呢 就是你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像中国的经济 过去几十年 它长期的高速的增长 才使得从一个贫穷 落后的这个国家 我们现在变成 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那国家是这样的 在奔跑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 都是跟着这样的步伐 在走的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 无论是来自于 啃老的这个资源 还是社会整体的 这个发展水平 他可能不至于 有动脑之患 但是呢 他的人生价值 如何能够得到实现 这是每一个年轻人 要自省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为什么要谈 奋斗就是幸福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呢 对他人 对社会 也对自己 对家庭 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呢 就需要眼界 稍微大一点 不仅仅是那点 物化的利益 我需要有一种 精神的追求 要为世界 都认为叫做 向上向善的 共同价值 我要做点贡献 当你只有眼下的这种 别人看 我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工作呀 有一个好的学历呀 有一个呢 干最少的活 获得最高的报酬 和最好的生活环境 那你一旦达到了 你就空虚了 你就堕落了 我想这个时代 最好的一点 就是提供了 无限的可能性 也给存在着 多元化的这种想法 和多元化的这种选择的 这个人群 他以不断的 这个梦想实现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们还是 我想对于个体来讲 你要认清自己 我的需求是什么 我的能力的边界在哪 实际上 人生它是一个长跑 我们一直在批判说 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好像是一个赛跑 这样就使得 大家都很焦虑 但是如果你把人生 看作是一个长跑的话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节奏的 有的植物 它注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那你就按照参天大树的 那个规律去培养它 但有的植物 它就是默默的一朵小花 它也给这个地球 也给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 那你就不要嫌弃它 不是参天大树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 个体要认识自己 社会要更宽容的 来创造这个环境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后也想问两位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给年轻人的有哪些机会 时代已经进步了 机会太多了 不管哪一种都离不开 关于鲁迅先生所说的 中国脊梁说 没有这么一股向前走 这么一种奋斗精神的话 一事无成 所以有个机会呢 是给情商 智商 还有行动力的人准备的 哪怕是在这个三线的小县城 你仍然是可以在世界的 这个平台上 你看到世界的舞台 机会是可以给你的 另外一个呢 个人呢 可能是终身学习的 这个意识一定要实现 我们是共和国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是这种冷嘲热讽者 和挑剔别人的人 所以每个年轻人 要有自己的追求 要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要给你接人